柯文哲他不是生氣啊 他是覺得有一點丟臉 丟臉 因為你看這是三部曲 在7月3號的時候 柯文哲看了這個狀況好像不錯 因為黃國昌跟館長邀請他的時候 他擺明了這個幾乎就是幫他做的場 所以柯文哲很開心他說 哎呀這個場 所有的黨公職的這個民眾黨都要參加 他也覺得不錯 因為他在現場看到 所有人上去都被虛 所以他擺明了這一場 請侯友宜來 請婉婉宜來 請各黨各派的來 都是一場鴻門宴 鴻門宴真的已然成形 讓侯友宜丟臉 讓王婉宜被打臉 讓所有上去的人都丟臉 只有柯文哲如正清零 哇多爽 可是呢到了7月18號 他發現不對了 風向過來發現 這不是一場鴻門宴 這是讓柯文哲被討厭 柯文哲有一個非常偉大的阿公 他有好幾個版本 一個阿公四重表述 這真的很離譜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柯文哲說的 好所以柯文哲的人設 是他一直以來都在變 還是我們沒有體察到他變了呢 怎麼會直接切割呢 這七六大遊行 大家說天氣很熱 你來 你應該說謝謝 謝謝 辛苦你來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還嫌人家人不夠多 是沒有幫你吹到票嗎 好請問一下這個將軍 柯文哲說 哎呀 柯粉動員跟我們沒有關係 難道不如預期就切割嗎 說好十萬來個三萬 最後面說可能真的 只有來到一萬人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柯文哲生氣氣了 柯文哲他不是生氣啊 他是覺得有一點丟臉 丟臉 因為你看這是三部曲 在七月三號的時候 柯文哲看了這個狀況 好像不錯 因為黃國昌跟館長邀請他的時候 他擺明了這個幾乎 就是幫他做的場 所以柯文哲很開心 他說哎呀 這個場所有的黨公職的 這個民眾黨都要參加 那沒有動員嗎 這沒有動員嗎 然後到了七月十六號 當天他還覺得不錯 他還覺得不錯 因為他在現場看到 所有人上去都被虛 所以他擺明了這一場 請侯友宜來 請王婉宜來 請各黨各派的來 都是一場鴻門宴 他一定心裡想說 嘿嘿嘿 只有我上去會被稱讚 他在想等我上場 看那個氣勢有多強 對上場以後 沒錯下面的人很開心 那柯粉已經抓狂了 他覺得你看好高興 這個鴻門宴 真的已然成形 讓侯友宜丟臉 讓王婉宜被打臉 讓所有上去的人都丟臉 只有柯文哲如鎮清零 哇 多爽 可是到了七月十八號 他發現不對 風向過來發現 這不是一場鴻門宴 這是讓柯文哲被討厭 從鴻門宴變成被討厭 他當然難過 他立刻你知道嗎 這跟我無關 這場遊行跟我無關 我只是路過 那個黃國昌跟館長 跟我一點都沒有聯絡 硬板的 他的能力不好 我真的只是路過 我是路過被叫上台去講的 十神最後一幕那個唐牛說我只是路過 最後那個關於說連狗都不如 對 麻煩 所以我說他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你覺得柯文哲人家很離譜嗎 柯文哲一點都不離譜 為什麼 還有更離譜的 柯文哲說 我告訴你 我當選總統以後 我就要舉辦國事會議 因為中華民國的國事會議 已經在李登輝不當總統 一九九零到現在 三十四年 沒有召開過 不好意思 不小心有一個議員叫陳婉瑜 婉瑜就說 陳乃瑜 講錯 陳乃瑜 我最近對於那個王婉瑜 實在是太崇拜了 陳乃瑜就說 不好意思 我在當記者的時候 我有兩度去採訪過國事會議 而且還沒有很久以前 都是在最近 一次是年金改革 一次是什麼 司法改革 兩次的國事會議 就有啊 為什麼柯文哲忘記 柯文哲不是忘記 他故意講錯 他故意亂講 那你覺得他講 講錯很離譜嗎 當然不離譜 他要打擊異己 他要為打擊執政黨 他無所不用其極 你覺得這樣子 好 沒關係 為了政治 說一說 謊話 我覺得也認了 可是呢 對於阿公不能說謊話 你知道柯文哲 有一個非常偉大的阿公 他有好幾個版本 一個阿公 四重表述 這真的很離譜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柯文哲說的 在2014年 他說 我的阿公 柯世元 真的 在228事件 被抓走 打到殘廢 然後三年後在家中 抑鬱寡歡而過世 賺了多少年的熱淚啊 當時柯文在2014年的時候 他就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啊 對不對 可是到了205年 一年而已 他就說 我告訴你 228事件之後 我的阿公被壓了半個月以後 四棒回家 全身四傷 精神恍惚 握病數年後 因肺結核過世 不是抑鬱寡歡 對 沒有錯 是先鬱鬱寡歡 又犯了肺結核 對 所以說這個還解釋了過來 到了2016年 他又要參加選舉 他講什麼 他說 祖父在事後 握病三年後去世 這個放到這個出病的時候 連一件新衣服都沒有 這又是一種說法 到底是肺炎 還是鬱鬱寡歡 還是因為沒有心意而難過 不知道 2017年 他再說了 他說 228事件之後 我告訴你 我的阿公 被抓到憲兵隊 嚴刑拷打 騙底林商 生下半條命之後 回到家之後 病如高荒 隔天後就走了 到底 他祖父少活了三年 對啊 這次要好好問一下阿嬤 到底有請問 消失的三年到哪去了 對啊 對 還是這次有四個人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對於柯文哲的 祖父的阿公 因為這樣子而往生 我們感到非常痛心 這是民主社會的一個大不幸 可是也許你太小 也許你聽錯 也許你記錯 但是真的說 阿公不要開玩笑 阿公只有一個 阿公真的很可憐 也很辛苦 為台灣的民主 也付出了他的生命 請柯文哲 珍惜你這一位 非常偉大的前輩 不要用四種版本 來形容你阿公 你阿公很偉大 但是阿公只有一個 好 說話就冰來冰去 但要請教義三哥 因為其實我們在座的人 都是有點老扣扣 我覺得 可能支持柯文哲的人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理念 跟他們的想法 但是到底為什麼呢 很多人是沒有辦法參透的 好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民調 他在女性的部分 30到39歲 是少了11.46% 但你仔細看在男性的部分 其實還是維持很高的比例 20到29歲還是有53.19% 30到39歲還是有51.24% 那雖然女性這部分是在下滑 但是男性的年輕部分 他基本上還是有撐住的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716遊行 甚至說之後還要再多辦幾次 會不會一個白色力量真實輪廓就跑出來了呢 對 其實我要講說柯文哲不要丟包 因為這群年輕人 至少你不能丟包這群年輕人 因為這個就是你的致死基礎 結果你今天遊行辦不好 然後說這些人不是我動員來的 那其實真實的面貌就是你所謂的 支持柯文哲的柯粉們聚集在現場 那這群的面貌 信傳媒最近有做了一份民調 就是當天他問現場的一些 所謂的柯粉 這些柯粉的意見 然後來闡述這個民調 第一個就是說真的 就是男女比 這個是現場去問的 男女比就是8比2 當然我們現在目視都是大概9比1 大概是真的有一些人躲在樹下 或者是一個人叫四叉貓 弱女子 所以男女男辯 所以他把他算成女生 8比2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這些人說真的 這些年輕人有一些 所謂的工作上面的有個困難 這些困難就包含 他們要繳學帶 要繳房帶 所以這些人其實是因為支持 一些柯文哲部分提出 這個現場裡面提出的 所謂居住正義的理念而來的 但是這些理念呢 現在柯文哲 你現在又不認他們了 那是不是支持柯文哲 可以從這份民調也看得很清楚 居住正義就已經被 黃國昌給直接啪啪了 對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其實 因為這個訴求而來 雖然黃國昌你自己的問題 但是他們還是願意 為這個訴求而來 那是不是支持柯文哲 其實也很大一部分支持柯文哲 你可以看這個超過六千 這個前面 這邊有一個支持的比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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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上哥 你開始有出現老花的症狀 對不對 怎麼可以呢 好 這裡 這份支持比例超過九成會出來投票 而且也支持柯文哲 這是將近什麼 將近八成 八成是柯文哲 所以就說鐵柯粉是在現場 就是標準的鐵柯粉 郭台銘才4% 雖然叫郭爸可能是希望做乾爹 年輕人希望說我少一點奮鬥 翼上哥那天也叫乾爹 對 大家都說想要認乾爹 所以合理說有四成人說我認乾爹 我那個館長也認乾爹 叫郭敏老爸 所以認乾爹可以少奮鬥一下子 所以這些年輕人 有部分支持所謂的郭台銘 但是大部分還是支持柯文哲 是否延長兵役 大部分也都贊成 有人說從這份民調裡面 可以看出現場就是一個柯文哲 柯粉的一個聚集 那這些柯粉 你現在竟然被柯文哲所丟包 那柯文哲說謊成性 切割丟包已經不是一次兩次強 講最近就好 旁邊就有一個苦主 蕭敬成就被丟包 被切割 因為蕭敬成講了柯文哲的話 沒有 蕭敬成是在我們節目上面 先說來贏 柯文哲偷偷去找來贏小雞 有四十幾個立委 然後柯文哲就說我要夠你 民眾黨說我要夠你 結果那一天他自己上節目說 對啊 萊贏小雞有來找我 怎樣 蕭敬成 蕭敬成很可憐 他就當場變成冤大頭了 當場他自我打臉可以 但是他就要切割別人 萊贏講就不行 我們節目上要幫你洗白 第二個就是我講吳子佳就好了 明明就是你的高雄廠 你一千八百人 只做了六百人 人太少 吳子佳 吳董市長 還要特別去找你去說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結果你馬上切割說 你吳子佳太忙 要幫郭董辦活動 那馬上切割都丟包 林真宇被切割丟包啊 林真宇他北流道歉 他幫皇帝擋子彈擋在前面 結果背後被皇帝插了一刀 立刻死亡 林真宇也很可憐 也被柯文哲切割丟包 黃國昌更是 黃國昌的土地爭議 所謂的再用國有地的問題 一被爆出來 人家問柯文哲 柯文哲怎麼說 法務部長馬上回收 本來答應人家的法務部長說 沒有沒有沒有 說要黃國昌自己講清楚 那他不需要金小刀 他自己的刀比較大 對 王婉瑜 更誇張是最近王婉瑜講 王婉瑜在台上 什麼人都罵了 國民黨罵 民進黨罵 就是沒有罵黃國昌 你連這個包 你都可以丟給黃國昌 所以你是切割丟包成性嘛 最後你這個磕粉 我要講這些人 明明就是你的支持者 你怎樣也不能吃切割 這些你的支持者吧 結果人多皇上天眾英明 人少這跟我們無關 所以你完全把這場活動 因為後續的效應網路的聲量也好 調查出來的時候 你開始觀察到不妙了 我的民調要掉了 結果你就說這場活動不是你辦的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未來如果他碰到台灣 有任何風險的時候 你說真的他這樣的政治人物 你如果不會當選 大家把所謂對藍綠不滿 剛才看到磕粉 其實是對藍綠不滿的 一些對柯文哲的投射 你不會當選的時候 大家可以投射在你身上 當你要當選的時候 你有機會當選的時候 大家就會檢視你的言論 你對這樣的反來覆去的言論 你不會當選 大家可以原諒你 但是如果你有可能當選 如果你可以當選總統的時候 大家就會檢視你 為什麼要檢視你呢 因為你可能會把台灣 帶到一個險境 你每天反來覆去不負責任 當中共打過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要切割丟包